韓國瑜最近因為 蔡總統一直認證 她是總統規格級的政治人物 所以不斷的被問選總統的議題 她最近的說法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她說國民黨有她的遊戲規則 大家現在趕快來建設高雄 我們把經濟拼好 遊戲規則就由台北去訂 遊戲規則由台北去訂的意思是說 如果台北訂了個遊戲規則 要她出來選的話 她也就要出來選 是不是 又往前走了一步 但是最近國民黨的黨主席 吳敦義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也把參選總統之間的事情 講得更直接了 他說要討論到 跟參選總統競選的做準備 他已經準備了30幾年 原來最久的是他30幾年 比丁守中要選台北市長 準備的還要久 他說他是要為未來的國家 做事做準備 論時間是他最長演 最周到 是不是要用美式出選的制度 他說台灣不是有很多事情 以美為師嗎 難道美國制度不值得參考嗎 對於全民調出選制度 他的說法是說 國民黨員有幾十萬人 沒有參與總統候選人 產出過程表達意見 反而讓1068 這個是隨機抽樣的 標準的樣本書 他說才1000多個人 做的民調能信嗎 這個好像不太符合科學精神 他說1068人不是國民黨員 決定國民黨的前途 這憑什麼 剝削那些繳黨費的黨員 這時候繳黨費的黨員 變得這麼的重要 他說如果是用 不是黨員的人做民調 用膝蓋想就知道 會提最強的嗎 當然會希望容易對付的人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解釋他的民調低 是因為他最強 所以民進黨來灌票給其他人 好像是這個意思 民調制度是不是只有1068個人 來決定 另外來看兩個天王 王金平跟朱立倫最近則是限注 到底當時換注是怎樣 然後一一毆毆有沒有當新郎的問題 大家在吵的是這些議題 這個時間點上 兩岸政策的辯論 代表國民黨跟蔡英文在對決的是 韓國瑜 遊戲規則是不是該改一改了 立委 我覺得大家對吳敦義的解讀 跟我對這番討論的解讀 是很不一樣的 我的討論其實是 我的判斷其實是剛好相反的 不過這個 因為我也不曉得 就看未來 吳主席他自己去決定 他要不要參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的判斷是說 他講的這番話是說他不選 我覺得他比較傾向 比較傾向不選 有人支持你 有人按讚 通常我講都不會錯 我的判斷 對 準 但是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吳主席 當然因為這個牽涉到就是說 就好像王金平講到 那個新郎不是我 其實牽涉到是當下 訪問的那個情境 跟主持人的很多的問法 跟那個講法的問題 但是你只 一段話講出來的時候 跟我們看到媒體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吳主席 因為他是黨主席 所以我們現在黨的初選規定 就是有黨員投票 就七三比 有三成的黨員投票 所以我覺得他站在黨的立場 他沒有理由就是說自己去說 現在黨的現存的制度是不好的 這對國民黨任何一個人 這是國民黨的文化 你懂嗎 所以國民黨的任何一個 現任的黨主席 他絕對不會說 我們黨現在這個制度不好 我們黨現在這個制度有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 所以他是這些黨員的黨主席 他當然要幫這些黨員講話 所以我覺得他以他現在 做一個黨主席的立場 是天經地義的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過程裡面 我覺得他會去講到這些就是 其實我對吳主席的認識 他這個輩子以來 他其實最驕傲的 不是他當到最大的官副總統 他其實最驕傲是說 當年政黨輪替的時候 吳敦英是真的打從心裡頭 非常痛恨民進黨 他是當年民進黨2008年 就國民黨重返執政 民黨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重返執政 他是當時的秘書長 其實這一點是 吳敦英最喜歡津津樂道的 他覺得他最有成就的其中之一 現在他又是一個 就蔡英文執政 他也很痛恨 所以他覺得2018的勝利 乃至於2020非要重返執政不可 我覺得這才是他做一個黨主席 他覺得他心細於此 所以但吳敦英他可能 他的講話方式 跟我們現在年輕人講話方式 或媒體習慣的方式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才會導致於很多不同的解讀 我就不用再講 因為我也不是他發言人 我也不能代表他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的決定是如何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看了以後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他才會講 如果總統產生 總統候選人產生 他不是說他選輸他要辭職 初選選輸他要辭職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總統候選人已經產生了 而有一個社會氛圍覺得說 既然是他要算 這樣我可以辭掉黨主席 黨主席要讓給他 對 其實這也反映另外一個 就這兩年來 其實國民黨真的很慘 就國民黨現在的黨主席 跟過去有家大業大 呼風喚雨的黨主席 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現在的黨主席 是每個月要跑3點半的 如果你每個月去跑3點半 如果有做生意的人 你就知道 那個心理的壓力是多大 尤其像他這種 一輩子沒有低聲下氣 去求人的人 他現在不是為了自己 要為了這個黨 然後大家還每天就是羞辱他 其實就羞辱吳敦義 黨2018選得這麼好 其好 不稱讚他也就算了 還繼續罵他 就哪裡有這麼衰的黨主席 我來算到那裡好了 你們還要給我媽 然後黨都沒有錢 我講白了 立任黨主席都不管國民黨 然後他們每個禮拜 然後你選舉我告訴你 你們都沒有在黨部待過 所有的候選人 都跟你伸手要錢 我當然希望 我是一個家大業大的黨主席 後果我給你很多的資源去選 但我就沒有 我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他還是努力的去醜 我發現它是找 Chung-Hung 在嘴巴 在檢查形象中 但你不要生氣 我還真是要 在你身為公有紙 那你以前不是 不 Believe